各位同学,咱们这节课就要开始第十课的这个学习了 然后在这个第十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咱们就要学习这个语法呢 一共是有这么四点 那像第一点陈述是将来未完成时二 然后其实像这一点我已经是放在第九课 一起来给大家讲解完了 所以说在第十课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将来未完成时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如果说你编位还有问题,用法还有问题 然后再跟ir a mas infinitivo, ir a加动词圆形做对比 这两种表将来按含这个含义的不同有问题 请大家再翻一下第九课这个笔记 那么像第十课呢 主要一个就是给大家讲什么复合句二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要学习一个新的动词短语 就是ir mas heron du, ir后边加上复动词 再有一个就是小品词lo,就是对lo来做一个总结 所以这节课其实对于大家来讲都是来做的一个汇总 那咱们先看这个复合句二 那之前咱们是讲过复合句一 那像这个复合句一呢主要给大家讲的并不是这节课要提的这个主从复合句 那那个复合句一讲的是什么呀?并列复合句,对不对? 那像这节课呢主要来给大家汇总这种主从复合句 就是说有主句有从句的这种 那一说主从复合句咱们会想到什么样的? 是不是会想到一些状语从句,对吧? 那还会想到什么直接编语从句 还会想到什么定语从句 其实像这三种从句呢 咱们在分别不同的这个课程当中 已经来给大家讲完了 所以这节课对于大家来讲也是一个汇总 那么像一说到这个状语从句 那你能想到什么从句呢? 那其实大家重点还是看前面那俩字状语,对不对? 那像什么叫做状语啊? 是不是在表示什么动作发生的时间 是不是叫做时间状语? 表示的是目的叫做目的状语 地点表示的是什么?地点状语,对不对? 条件条件状语,原因原因状语,目的目的状语等等的 只不过原来做状语的 它可能是一个什么,副词,或者是一个什么呀 戒词词组,对不对? 那只不过现在你一个副词 或者是一个戒词词组,它说不清楚了 那我现在要用一个句子来 这个句子来表示主句动作所发生的 时间,条件,原因,让步,地点等等等这些 所以说那这些从句 是不是都叫做是状语从句,对吗? 那好,那刚才大家知道 状语从句这是什么了? 咱们一个个再带着大家再重新梳理一遍 那首先一个先从这个时间状语从句来看起 那么引导时间状语从句这个词会有很多,对吧? 那最基本的是不是就会有什么 quando,或者是mindras 再比如说cada vez que,una vez que,dam pronto como 等等等,还有还有很多 只要表示是主句动作所发生的时间的这种 是不是就叫做时间状语从句 那就以quando或者mindras这种来举例 那剩下来引导时间状语从句这个词呢 副词呢也是同理 那一说到时间状语从句 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那上节课在给大家讲将来未完成时的时候 是不是跟大家说这么一件事? 那如果说主句动作表将来 然后表示的从句呢 时间状语从句表示是一个将来的时间 那么时间状语从句 那你要用的时态是什么时态啊? 虚拟是现在时,对不对? 所以说上节课已经提醒大家要注意主将从句 如果不表将来 那你就该用什么时态? 用什么时态? 是不是就好了啊?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我们看第一个 quando me desperté vique no había nadie en el dormitorio 那是不是说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看到在卧室里头一个人都没有 对不对? 那像这句话当中它的主句是谁啊? 那是不是就这个 vique no había nadie en el dormitorio 是不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在卧室里 那没有看到 我看到这件事呢 那它所发生的时间 这是不是引导就是时间状语从句 那而且也提醒大家 既然你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那它人家也是一个句子 对不对? 所以说那你这个时间状语从句里边 一定要有什么呀? 一定要有这个变味的动词 对吧? 好,那再比如说 a mi me gustava escuchar musica mindras leía 是不是当时呢 我一边看书的同时 然后我还喜欢干嘛呀? 听着音乐 那mindras 它所代表这个含义 是不是就是同时或者一边 对吧? 表示是两个动作 同时进行 那是不是我在看书的同时 然后我还干嘛呀? 听着音乐 对不对? 好,那再比如说 再举一个 这是不是上节课 第二段课文里头的一个句子 对吧? 那像这句话意思是啥? gada whisky 是不是每次一怎么着? 每次一怎么着呢? 每次我一想起你的时候 我就会给你打电话的 是不是那俩人 那一对 是不是做了一个无聊假设 是不是那人走了 那另外一个会怎么办? 对吧? 那那个男的是不是就说 每次我一想你的时候 是不是将来会发生的时间 将来等我想你的时候 所以说从句表示 将来时间要用什么试啊? 虚拟试 对不对? 那主句在用什么? 将来 好,这是这个时间状语从句 那说完时间状语从句 咱们再来看一下条件状语从句啊 那是不是表示主句动作 所发生的一个条件 那咱们中文呢 往往会给它翻译成什么呀? 如果,对吧? 那如果的话 那是不是要用的连接词 就是哪个词啊? c 那一说到c 是不是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那么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如果主句表示将来 的动作的话 那从句要用什么试 现在试 这是不是跟英语当中 if所引导的条件语 它是一样的 是不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主将从现 从句只能用 现在试 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要过去发生的 那你就该用什么试 用什么试 比如说 那是不是说 如果你饿了的话 我们就去饭馆 就去餐厅吃饭 对吧? 那我们去餐厅吃饭 它的条件是什么? 假如说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 对不对? 好 那再比如说 这是不是也上节课 第二段课 出现的句子 还是让大家注意 时间状语从句 主将从虚 如果要是条件句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主将从现 对吧? 那你的生活 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不是主句 如果说 那这个条件是啥? 有一天我走了 对吧? 那这是不是条件句啊? 那人家用的时态 也是什么时态? 要用的是不是也是 现在时? 这这个条件状语从句 然后呢 再接着原因状语从句 那你能想到 这个连接词 原来咱们主讲的 是不是两个 一个是 como 另外一个是什么呀? porque 对吧? 那只不过 como引导的原因 状语从句 要怎样? 先说从句 再加主句 这个是不是对位置有要求? 那么像其他的 这些状语从句 对这个位置有要求吗? 是不是没有任何要求? 比如说刚说完 刚复习完 这个时间状语从句也好 刚复习完 那条件句也好 你先说主句也行 先说从句也行 但是如果说 你要是到了 原因状语从句这点 那他对这个 从句和主句的位置 是卡死了的 对吧? 那像 como 是不是先说 como 先说从句再加主句 如果要是 porqu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那你一定要怎样? 先说主句再加 porque 对不对? 当然还有其他词 可以引导原因状语从句 那就是后边后话再说 先记住这里 比如说 como tenía fiebre fui al hospital 是不是说 有意识我病了 然后呢 我就去了医院 对吧? 如果没有问题 那你这句话 就是怎么说了? fui al hospital porque tenía hambre 这个位置是不能来换的 对吧? 那再比如说 el hombre grido a su dado porque se le acercaba un oso 那是不是说 这个男的呢 特别害怕的大喊 对吧? 因为一只熊 正在慢慢的 向他走进中 对吧? 那像这个是 porque引导的原因 他大喊的原因 就是熊 在向他走进 对吧? 那如果要 como 那你就得怎么说了 como se le acercaba un oso el hombre grido a su dado 那你这句话 是不是得这么说了? 好 这个原因 状语从句 然后呢 再接着再比如 让步状语从句 让步状语从句 那是不是表示 克服主句动作 所发生的障碍 对吧? 那咱们会翻译成什么样 虽然怎样 尽管怎样 那你能想到 词是不是会有什么样 a un que 对吧? 那或者是谁啊 a pesar de que 对吧? 这是不是都是用来 引导什么那样 让步状语从句的 那这个是不是就 相当英语当中 哪个词啊? 是不是相当英语 里头这个 a un que 那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有a un que 就没有beiro 有beiro 就没有a un que 是不是就相当英语 里头 有a un do 就没有bet a un do 和bet 不能同时出现 那像西语当中 也是同理 也是同理啊 好 比如说 a un que nose explicó tos veces no entendimos nada 那是不是说 尽管说 他给我们解释两遍 我们呢 还是什么都没有明白 对不对? 那我们没有明白的这个 障碍是什么 解释了两遍 对不对? 好 那再接着再到地点 状语从句啊 那像地点 状语从句 是不是表示是什么呀? 地点 一说到地点 那你就会想到什么呀? donde? 那这个是不是没有什么 重音符号 对吧 那如果说 要是有重音符号 那又成啥? donde? 那又在哪儿? 对吧 那donde是不是在哪儿? 对吧 好 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那是不是说 我要住在这个城市 哪个城市啊 当时我父母工作的 这个城市 对吧 那像这个donde 是不是在后头句当中 是不是做的是什么 从句啊? 地点状语从句 drawa havan mis padres 那这个donde 所表示的地点是啥? 是不是就是 en a ciudad 是不是我要生活在 当时我父母生活在的 这个工作的 所工作的这个城市里 对吧 好 然后呢 再接着像这个目的 状语从句啊 那一说到目的状语从句 是不是表示就是 为了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一说到为了 你能想到的词是谁 bara 当然还有其他词组 也可以用来表什么呀 表目的 对不对 那只不过 bara你后边 可以直接加名词 对吧 可以直接加动词原形 那如果说 主语不一致了 那你是不是就要 用到从句 所以说bara 那是不是引导 就是目的状语从句 那只不过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目的状语从句 后边又加什么诗啊 虚拟诗 对吧 虚拟语气 既然你用了从句 说明后边 这个动词的主语 和主句动词主语 不一致 因为你要用 动词原形 我默认 是不是它和 辩位动词主语 就是一致的 既然不一致 是不是我做这件事 是为了让别人怎样 那是不是把我个人 这个意愿 强加到别人身上了 那所以说 后边又用什么 要用虚拟 当然你现在 只学了一个虚拟 是现在时 等你大幻境是过去的 那你也要用虚拟的 过去相关时态 那就是后话了 比如说 那是不是说 我给你打电话 是为了干嘛呀 是为了让你帮帮我 那如果要说 对吧 那你如果要用 一个动词原形 那这个 我就默认 跟辩位动词主语一样 那是不是 是不是为了 让我帮你呀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你要用了 那是不是说明 后边需要辩位 需要辩位我 原因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 为了凸显出来 主语 主语是不一致了 那是不是你帮我 只要是 后边都要加什么 加虚拟 好 那再比如说 那是不是说 你说话大点声 来让所有人 都能够听到 你所讲的 对吧 那你说话大点声 是为了干嘛 让谁听到 这个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让全世界的人 来听见你说话 所以 后边加虚拟 这个你一定得 特别注意 好 那除了目的 状语从具 还有结果 状语从具 对吧 那结果状语从具 是不是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表示 主剧动作 所发生的 引发的一个结果 等到了下节课的时候 咱们会 再专门的去总结 去讲这个结果 状语从具 那像英语里头 也会有 那你会说 它如此这样 以至于 导致了一个结果 那你会用什么 来引导 结果状语从具 比如说 对吧 或者 等等 那比如说 我 那是不是说的是 雨下的那么的大 以至于 是不是如此的下雨啊 那等等在这儿 是不是就是作为一个什么呀 副词 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那结果就是 整个城市都被淹没了 是这个意思吧 好 那再比如说 那是不是说 那像这句话 是不是说 它的情绪是那样 以至于什么呀 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那像 它是不是在这儿 就是一个形容词 是那样的 对吧 是那样的 以至于什么 所以说 都是来表达的是 主句动作所发生的一个结果 那你经常会用到 来表示结果状语从具 词会有什么 答案 答案 它是不是作为一个副词 来修饰形容词 副词 对吧 那比如说 它如此开心 以至于什么什么 然后那再比如 dando 是不是它可以作为 形容词 对吧 修饰名词 或者是作为副词 来修饰动词 或者dando 作为一个形容词 来出现 那等到了下几个 咱们再讲 你先知道 结果状语从具 它是什么 是不是主句动作 所发生的一个结果 如此怎样 以至于怎样 对不对 好 那说完结果状语从具 那像主和主 重复合剧当中的 这个状语从具 就带着大家复习完了 其实都是大家 比较熟悉的一些 注意事项 也放在里边 都跟大家说过了 那也就是给大家 做了一个梳理 好 那说完状语从具以后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这个直接宾语从具 那像这个直接宾语从具 之前很早 咱们也讲了 那是不是原来 什么词能作直接宾语 名词或者代词 那现在你一个名词 代词说不清楚了 是不是要上句子了 那什么样的句子 来表示 直接宾语从具的呢 如果后头那个句子 是一个陈述句 那你所用的关系词 是哪个呀 是不是要用g来连接 如果后边那个句 是一个一般语问句 那这时候要用的是啥 c 刚才带着大家复习 这个状语从具 条件状语从具 里头c不一样 对不对 那条件状语从具 里头那个c 那你是给它 翻译成什么呀 是不是给它翻译成 如果 对吧 那像这个一般语问句 在引导 在直接宾语从具当中 一般语问句 所构成的话 那这个c 咱们会给它 翻译成什么呀 是否 对吧 是不是也相当英语 当中if 对吧 然后那如果 后边这个句子 是一个特殊一文句 那你要用什么词 来连接啊 是不是要用到 特殊一文词 来连接 对不对 直接相连 这个也学过 那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就好 比如说 el hombre pensaba que tenía que consultar el almana que ante desarril 这是不是也之前 课文里头 一个句子 对吧 那是不是说 这个男的认为什么呀 他得在出门之前 查一下这个什么呀 年历 对吧 查一下这个历书 那是不是这个男的认为 这是不是一个己物动词 那比如说 这个男的 是不是在思考着这件事 然后都可以直接加宾语 他思考着的一件事 名词说不出来了 那我得加句子了 那这是不是就放了一个什么呀 直接宾语 从句 对吧 win savage de niage 对吧 好 然后那再接着 除了像直接宾语 从句 还有什么呀 定义从句 是不是也叫做形容词 从句 那一说到形容词 从句 那你是不是会更清楚 他是用来干嘛的呀 修饰名词的 对不对 或者是代词的 那你原来一个形容词来修饰名词 或者代词 那说不清了 那我要上句子了 那这个句子 他所叫的 是不是叫做定义从句 或者形容词从句 那你现在见的比较多的 那是不是就是用关系代词给 来引导形容词从句啊 对不对 来引导定义从句 那他要干嘛呀 要紧挨着先行词 那是不是要 什么是先行词 是不是紧挨着 他所修饰的这个名词 而且关系代词给 要替代新型词 要替代他所修饰名词 要在后头从句当中 是不是做成分啊 做什么成分呢 那是不是只要是一个名词成分就好 比如说主语 比如说编语 等等的 那代表上举例子啊 那是不是说 你觉得昨天给你的 人家给你的这个建议怎么样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他想说的是 这个建议怎么样 什么样的建议呢 那是不是关系代词给 他要紧挨着先行词 紧挨着他所修饰的名词 而且关系代词给 要替代先行词 在后头从句当中做成分 对吧 那给跟前头 它其实是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他在后头从句当中 做什么成分啊 是不是人家所给你的 这个建议啊 给的直接对象 应该是啥建议 那这时候 这个关系代词给 在后头从句当中 做是直接避语 对吧 给的直接对象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 好 这个定语从句 之前也见过很多啊 那在这就不赘述了 那所以说 这节课带着大家复习 这个主从复合句 就说这些 都是大家学过的一些内容 如果你要忘了 再翻一翻之前这个笔记 但是我觉得 每节课都带着大家 去分析句子 带着大家去造句子 应该问题也是不大的 哈